比如说你开IE之后 大家为什么要开 因为其实这个IE跟那个Excel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叫资料里面的什么呢 从Web实际上是关联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从Web 它用的里面的那个Application 就是它的那个应该算是一个应用程式 它背后执行的应用程式实际上就是用IE 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汇入资料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汇入什么股市资料 那你在那个搜寻一下好了 应该第一个出现应该会是哪一个呢 Yahoo 因为最多人使用Yahoo Yahoo的股市 那比如说Yahoo的股市里面 这边有很多的相关的当日行情 那当日行情里面呢 你随便找一个类别 比如说我自己随便找一个塑胶类 那这个资料 假如说呢 你想要拿到什么呢 Excel来分析的时候 当然不只是塑胶类 很多里面的资料呢 你要把这个网址 有没有复制下来 那以往我想各位 应该如果有使用过 从网路汇入资料的功能的话 那最简便的就是从什么 从Web 资料里面的从Web 从Web 可是呢 如果你现在 这样否一下 假如你今天把这个网址贴上 一般的书籍里面都教你这样 贴上之后你可以到 到之后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看到的画面 网路上如果说看到的资料呢 都可以当下来 那要当下来的方式就是说 你只要指定某一个表格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 这个表格 假设你要这个表格 你就把这个表格的左上角 会出现有一个 本来是黄色的箭头 你把它改成绿色的箭头 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自动 打勾之后 你把它汇入 它会问你说 你要汇入到哪里 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理论上 就会从网路上帮你怎么样的 把资料当下来 可是呢 一般呢 很多的网页里面呢 你会发现 为什么看得到 但是抓不到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它的检视的原始码里面 这里面的话呢 就有很多的保护的JavaScript 在这边有做一些保护 在哪里保护 还没准备 我 心 我要 AND 我